我是非常支持這次人大對於愛國者治港 去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在過往我們見到行政、司法、立法 都出現了很多反中亂港的分子出現 令到我們市民十分憤怒 再近一點我們見到立法會過往的連象 拉布 跟著就是不斷地去打擾著一些工程 甚至是民生事項的項目 去令到受害者是我們民眾 令到他們民不聊生 所以這次這個決定正正能夠 可以完善過往出現的漏洞 在完善制度的時候 無論在行政、司法、立法都理順了 我們市民是表示極度歡迎的 因為能夠理順了這個制度的時候 確保真是愛國者治港 令到所有的運作暢順 我們才能夠有一個發展的空間 另外令到一國兩制這個偉大的事業更加幸運致遠 當然作為香港年輕人 我們會通過各個的網絡渠道 我們去推揚這個愛國者治港和國家安全 當然我們現在手下已經有二十幾三十位的網紅朋友 已經加入了這個行列 我們希望為香港的投入性能量 為國家貢獻我們一分的力度